全球半導體逆風狂吹 第三代半導體的漢美佳金 還值得追蹤嗎 歡迎回到這集的操盤手之路 大家好 我是謝忠霖 唐太宗李世民過去有句名言 疾風知境草 板蕩似中貞 做的是國家在危難之際 才能看出臣子的本質 而這段話也同樣可以用在股市上 特別是在經歷了前兩年的大多投資後 在今年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回答 比起多數投資還在擔心 會不會越跌越深 忠霖反而覺得 這個時候才是認真觀察產業的時刻 因為也只有這樣的情況下 才能真正的減便宜 在過去的幾集節目裡 忠霖跟大家分享產業 一定會聊到未來趨勢這個投資本質 我相信只要未來趨勢是持續成長的產業 即便總體經濟出現短期逆風 這類前景明確的產業也最有機會 止跌抗跌甚至領先反轉 這一集我就跟同學們分享一個超盤人的觀察方法 幫助大家在空投市場找出強勢的產業 順便我會舉例產業以及代表公司 完整的分享給大家 喜歡剪便宜做波段的朋友 記得要看到最後喔 在開始這集節目之前 請先幫我們按讚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這就是對我們團隊最好的鼓勵 好了 接下來就進入我們這集的主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間叫 Warspeed的美國公司 它的前身是美國的碳化吸機板製造商 Cree 去年10月改名成現在的Warspeed 說起這間Warspeed 它在半導體界算是大名鼎鼎 除了因為它是全球最大的 第三代半導體晶圓的供應商以外 更握有全球一半的碳化吸機板 一線的大咖包括安森美 英飛靈以及義法半導體全都是它的客戶 不過比起它在產業上的地位 近期在股市上的表現更是亮眼 因為相比今年以來 費城半導體指數跌了超過4成 一樣是半導體的Warspeed 到10月11號為止 今年的累積跌幅 同學們累積跌幅還沒有4% 費城跌的40%它還跌不到4% 那跌這麼少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很值得我們超盤人去研究 這些相關題材的公司 而這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超盤人方法 觀察全球強勢產業的動向 再連結我們台灣的產業 一般來說要像Warspeed 這類產業龍頭 要是表現亮眼 通常也就代表 相關產業值得我們追蹤研究 不過這裡我還是先跟大家 科普一下第三代半導體 方便新加入的同學 能夠知道基本的產業知識 說到半導體這種東西 它在真正意義上 其實它是一種材料 既然是材料就有它的特性 注意 特性才是這裡的重點 因為它是區分 第一代 第二代 以及第三代半導體 最重要的差異 關於半導體物質 實際上的運作原理 這裡我不多做解釋 但是大家應該要知道的是 半導體的材料特性 幫助我們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先看到 第一代半導體 就是現在我們常見的 單一系半導體 它一開始是取代 過去笨重的真空管 後來逐漸衍生出 我們現在常用的邏輯IC 特別像是電腦必用的CPU GPU這些 當然還有一些AI專用的 特殊邏輯IC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集重點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團隊會找時間 再跟大家分享 好我們把話題拉回來 像是第二代 第三代 甚至現在最新的第四代半導體 又被歸類在化合物半導體 則是加強細半導體的幾個特性 像是更耐高壓 更耐高溫 以及高頻 怠速越往後 這些能力就越高 而為了提高這些特性 目前是混合其他元素的方式 突破的原本的限制 這類半導體的組成 因為比較複雜 不像單一系半導體 這麼方便加工 因此 第二代以後的半導體 多數用在功率圓件上 一句話 特性決定它的用途 我就拿電動車來說 各位同學 我先給大家一個比率 1比5 過去在電動車上 細半導體要5顆晶片才能達到的功能 現在第三代半導體它只要1顆 還有光是改用第三代半導體 碳化系製作的逆邊器 就可以讓電動車多出5到10%的空間 現在電動車最怕續航力不夠 而這些多出來的空間 不就可以多放幾顆電池 一定程度解決電動車續航力的問題 自然也讓全球車廠跟著導入 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零件 改用第三代的半導體 我這裡用電動車當例子 因為電動車是現在 第三代半導體最紅的應用領域 但是在同樣需要耐高電壓 高溫以及高頻的再生能源 甚至低軌衛星等領域 他們也不會缺席 可以說第三代半導體 就是下一世代的新科技 當然就很好解釋 Warspeed為什麼能在這一波下跌之中 它股價還持續的頂在高檔 而我們台灣身為全球半導體的重陣 雖然發展第三代半導體的時間 比起國外競爭對手玩 但是隨著這種材料的重要性越來越高 台灣投入的廠商也越來越多 最近甚至連鴻海台達電 也都跟著宣布加入 不過要說起台灣這個領域的代表廠商 首推大家觀察 漢明集團的兩檔 漢磊跟加金 我們先看到1977年成立的漢明集團 公司一開始從代理ESMO 東京威力科創等半導體的設備起家 同時發展自身技術 集團最知名的案子是2016年 漢維科用30億美金賣給 艾斯摩爾 漢明的老闆黃明祺先生 其實他很早就認識台灣在單一系半導體的競爭上 太激烈了 他很難自己闖出一片天 所以他很早就鎖定化合物半導體 也可以說漢明集團是台灣最早投入第三代半導體的公司 除了旗下的加金主要負責累金的製程 漢磊則是下一階段的代工 古靈比較資深的同學可能知道 在過去化合物半導體還不成熟 應用也有限的時候 漢磊基本上他是長年虧損 但是因為在電動車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強勁 像是安森美 英飛靈 一發半導體 這些原本的主要供應商又產能不足 逼得這些供應商怎麼樣 開始擴大的委外訂單 而我們的漢磊跟加金 就是趁著這個時候脫穎而出 因為經過多年的累積 他們除了產品良率遠勝中國的晉升對手以外 還有對岸無法量產的車用碳化系的MOSFI 也讓加金和雷現在的訂單不斷湧入 預期兩間公司受惠這個趨勢 有望逆轉過去營運老是清皇不接的狀況 是台股照目前為數不多的轉機股 於是我們再搭配上產業龍頭近期的股價表現 兩間公司是否能跳脫現階段台股的走勢 那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囉 這一集的幾個重點 我在這邊整理給同學 第一 漢磊跟加金可以說是台灣目前最純的 第三代半導體類股 我覺得可以多留意 是否它會跟著產業龍頭 Warspeed的腳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第二 第三代半導體在未來的應用會越來越多 如果對其他應用領域有興趣的同學 也歡迎在下方分享你的看法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 點讚和訂閱就是對我們最好的鼓勵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謝忠林 超盤手之路 我們下集不見不散 拜拜